最好喝的苦爱酒 这是你夜晚的颜色 这是你生活的气息 变成了 这个有点好喝就加一点点就好了 对 有点好喝就加一点点 好恶心啊 你们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超棒的 把这个酒放在你的眼前 好像一个无辜婆 你真的吗 打扰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斤半的Sophia 今天呢我是真的要喝一斤半 欢迎来到我第一期的不识货挑战 这个是我新诊出的一个幺蛾子 以盲品盲测为主来猜这些东西的价格 我其实本来提议说 要不这个系列叫价格猜猜猜 但是被驳回了 太土了 打扰了 所以呢今天就是我们的第一期 我就想说来做一个比较有娱乐性 然后大家都比较能接受的东西 于是我就选择了 水 由我的同事Sabrina同学 他出去买了十种不一样的水 我今天的任务呢 就是要通过盲喝 来猜出他们价格的高低 选择的十个品牌主要有 Vaust 福斯 Blackwater 简称黑水 因为它是个黑色的水 我不知道哪里狗来的 Fijiwater 北进水 Harrier 巴黎水 圣培路 气泡水 Saratoca Smartwater 聪明水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 每次考试之前买一个聪明水 就好像有点心理味道一样 你没有考多好了 伊云以及Aquapanna 还有我最爱的Polland Spring 桶装水 我先喝我一瓶 国内有可能价格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也没什么要紧 大家就是看个乐子对不对 你们真的觉得我能喝出水之间的差别吗 我自己都不信 这个游戏呢实在是非常的讲乏分明 就是答对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答错了呢 就要喝一个终极惩罚杯 真的是比我想象中还要恶心 我每猜错一个数字 我就要多喝一口这个终极惩罚汁 如果我全部都猜中 十个全部都排列对的话 这个就是一整杯全部由他喝下去 这不太可能 这辈子都不可能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里用弹幕下注 净猜一下 我到底能猜对几个 OK那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萍水吧 好那我们就从一开始喝啊 就是水啊 但是这个水里面有一些气泡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种矿物质的那种天然泉水 它喝上去呢软软的 然后有一点 有一点略带酸性的感觉 我觉得它应该是挺贵的水 我把它先放在这边 接下来喝二号 哇哦 也是水的味道呢 怎么办 这视频我觉得拍不下去了 哇 这个水软 这个水硬 吞吐的质感 有一丝丝的不同 好吧 这个我觉得一定是便宜水 先放这儿 好第三个 这个 一看我就知道 它一定是这个black 颜色居然是黑色的水 一定是marketing做的天花乱坠的 我喝都不用喝就知道 它一定是最贵的 一定是最贵的 真的是水 哇 它有一点矿物质的气息 会在你嘴里留下一些些的那种土土的感觉 就感觉是从泥土里面冒出来的水 但是好像很清晰 好脏啊 打扰 有没有一种智商水的感觉 一定是最贵的 先放在这儿 四号水 你没有给我倒一样的吧 没有啊 没有做那种 没有 就是感觉更天然一点 感觉是天然的硬 这个是不天然的硬 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这个要好一点哈 好 5号 5号水非常干净 一丝泡泡都没有 这才是真的第五瓶喝一下 哇 这个水有骨清烈的感觉 不硬也不软 好像有点硬 但是什么叫硬什么叫软呢 不对不对 就是喝了5号之后再喝4号 就会觉得4号有一种矿物质的感觉 所以它一定是在这边 然后5号应该是在这边 对就这样 好 6号 哇6号真的是平平无奇啊 5号往前推 然后6号和2号放在这边 7号 哇7号是一瓶气泡水 气泡水方面我是行家 矿泉水我和气泡水我是还可以的 哇 这个气泡就是不会太冲 有淡淡的那种显味 还有一点沙沙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根本不用猜 这个肯定是这个 慎培路 我非常熟 一定是 然后慎培路价格没有特别贵吧 它大概我觉得在这边 这样这样这样 我觉得这个能磕出矿物质的 一定是好水 就放在这边 然后再 rearrange一下 是这样子的 好 接下来8号 我现在有点薄 我现在已经知道 我肯定不用喝那杯 打到 我肯定不要这么说 根据Sabrina刚才给的场外信息 我一定是排错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现在来重排一下 我觉得6号应该是在这 因为它有一点咸 可能是要个好水吧 然后8号放在这边 OK 好 9号 我在9号当中感觉到了绿色 是有一种森林的感觉 纯水潺潺的流过这个森林里 这个旁边还有个小兔子跳来跳去的感觉 大不是喝上了头 哈哈哈哈 好吧 9号是好水 9号放在1号前面 哦 好饱啊 真的好饱啊 这样呢 我们以前就是 有一阵子我们学校的KTV 查酒 查得很严重 就不能喝酒 然后我们娃娃娃娃 输了都喝水 就是咬骰子输了 就喝一瓶 这样也会死人的 这个很难受 很难受 我现在就有那种感觉 10号 10号也是一个气泡水 10号的气泡 明显比7号要充足那么一点 一定是这个巴黎水 传说中法国人称它为什么沸腾之水 就是说它气泡充足 巴黎水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在这边吧 我觉得5号跟2号应该换个位子 哎 1号软 1号软 9号硬 规则再说一下 就是5号这一杯水 我把它放在价格最低的这个位置 如果它不是价格最低的话 就算我猜错 呃 其实这个游戏容错率还挺低的 就是我只有把它们每一个顺序全部都排队 我才可以让Sabrina去喝 但是现在好像明显已经不太可能了嘛 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吗 一个机会 如果你排队的最便宜的和最高的 我可以帮你喝一半 但我真的觉得黑色这个是最贵的 难道它不是啊 好好好 8是最便宜的 8方这儿 5方这儿 你决定了吗 我决定了 这就是我的最终答案 不要再诱惑我换答案了 就这样了 大家就是典型的胶卷最后一秒 该错了所有答案 什么东西 基本上还对了一瓶 但以前一瓶都没有对 其他所有都错了 你是最高的那个错了 然后其他的我已经不想看了 是出约约卷 好了今天学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水之间 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下一次要做酒的时候 一定要换一个游戏方式 不然的话我都坚持不到喝地址杯 第三件事情就是不能再让Subrina 来调这个惩罚的恶心心酒了 我因为10个都错了 所以要全部都喝完是吗 对啊 基本上就是了 不够还可以去杯 干了 不是你都不知道 那个苦爱酒 那个茴香的味道 加上那两个很甜很甜的酒 是什么味道 又甜又腻的恶心心的感觉 我天哪 大家下一期想看什么样的形式 或者想看我盲品什么东西 可以在评论里面 多给我一些建议 我现在这个喉咙里全是那个味道 这期就到这边 我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 她非常体贴 说因为绿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所以加了一瓶绿色的酒 哇真是给你鼓掌的 哎真的没区别 我觉得我编了三个 已经很不容易了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我情愿下次喝酒 我不要喝水了